永远的腿王,出神入化下劈腿,逝世后粉丝气不成声,在格斗运动历史上,被称为拳王的人多如牛毛,层出不穷,但是被公认为是腿王的人却只有三个,他就是初代腿王蓝眼武士安迪哈格,作为90年代K1黄金时期的传奇人物,以及空手道系的顶尖代表,1964年出生于瑞士的安迪哈格,在体型和力量都吃亏的情况下, 用自己神出鬼没的精湛腿法,和杀伤力极强的战斧式下劈腿,在猛兽横行巨人扎堆的K1擂台上,杀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1996年5月6日,32岁的安迪哈格在K1锦标赛决赛之夜连胜三场一举夺魁,成为96年K1重量级冠军,此后他又在97年98年连续两次闯入K1锦标赛最终决赛 可惜先后细败于另外两位传奇大神,完美先生胡斯特和伐木工彼得阿茨的手中,虽然只有一次夺冠经历,但是作风顽强,斗志燃烧的安迪,却是那个众神云集时代中最具人气,最受喜爱的超级巨星 安迪哈格能得到如此偏爱,当然不是偶然的,练习急针空手道,使他腿法极为丰富 无线腿法,下劈腿,后白腿,前簇,都是炉火纯青 比起早年单靠扫腿和正蹬腿打天下的泰拳和踢拳手,观赏性明显要高很多 特别是安迪哈格用出神入化的下劈腿多次击倒对手,将杀伤力和美感完美结合在一起 在一群可怕但有些单调的格斗机器中,显得非常突出 安迪哈格的战绩是42战33胜8负1平21次击倒对手,并且达到64%的击倒率 从这个数据上可以看出啊,他真的是格斗天王,不愧是一代腿王 腿功十分了得,只可惜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 安迪哈格在2000年时被查出确诊白血病 当时他还有一场比赛没有打 最终他也在2000年因为白血病,促然尝试 当年如日中天的K1也因此失去了他最重要的灵魂人物 他也在这场比赛 我是小旋风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